中八直行开在外侧车道 才刚通过路口突然一辆白色轿车 直接回转中八紧急往左切 还是闪避不及撞上了白色轿车 两车一路推撞 中八又撞上了中央分隔岛 晃得好大一下 巴士车头撞上了分隔岛凹陷 挡风玻璃也破裂 玻璃上面还贴着一张 四年级六年级第一车的纸张 这辆中八原本载着二十几名 台东三合小学的学生去户外教学 幸好学生们都已经回到学校 发生车祸的时候车上只有司机 照射的白色轿车 驾驶座车门变形救援过程被拆掉 车内方向盘都歪了 车上驾驶是一名七十岁的阿伯 一度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重伤送医 他的太太坐在副驾驶座没有大碍 事发在二十三号下午一点左右 地点是台东市资本路一段 警方出不了解七十岁的阿伯 当时是在太太到诊所打针 先将车子开到对面 等太太打完针正扣上车 疑似没有注意到扣方来车 直接回转才会撞在一起 幸好户外教学行程已经结束 事生们安全到效 否则这么一撞 车上都是小孩 扣果不堪设想 TVB的新闻留警员赖虫罗一星 台东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